如果大家自问对纯音响产品 或者对家庭影院音响产品 又或对音乐的资讯有要求 想知道更多更深入的话 除了大家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之外 还有我们的Facebook专页 IG 另外我们HiFi Review的网页 和Passional Audio的网页 都希望大家给多点赞我们 支持我们订阅我们 让我们继续给更多更深入的资讯 多谢 你好 HiFi Review的陈凯川 这次影片要和大家说些什么 很明显就是眼前看到的东西 是什么来的 日本金桑子Ecufix最新的旗舰数码音源 两件头 一件就是转盘 一件就是解码 这边是DP1000 这边就是DC1000 转盘 解码 如果大家说 我的习惯就是尽快知道结果 要看书 快点说最后两句应该买不应该买的 或者我都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已经在玩金桑子上一代旗舰分体转盘解码 即是DP950和DC950已经玩了一段日子 准备换机的话 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想了 这一套你一定要换 如果你在玩前几代旗舰 那就更加要换 为换而换 不是 而是在这一套机 你真的听到 那个很大的分别 尤其是如果你有不少SACD 收藏的话 就更加要看这一套机 因为你听SACD的时候 你会发觉那个进步很夸张 所以一定要看看 要介绍这一套金桑子最新旗舰音源 之前必须要说的一件事 就是这一套机牵涉到两个五 哪两个五呢 就是金桑子即将进入50周年纪念 而这一套就是庆祝纪念他们成立了半世纪的作品 就是现在眼前这一套 另一个五呢 就是分体的SACD转盘解码 这一套已经是进入第五代产品 金桑子的第五代SACD转盘和解码 刚才提到金桑子已经踏入50周年 所以有现在这一套50周年的纪念状 金桑子是1972年成立的 如果大家都是发烧友 尤其是资深的发烧友都知道 在这几十年间 能够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high-end产品 其实不是很多 而能够今时今日 依然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 相信只有金桑子 其他的都是后期之寿 又或者有些都已经离场 转了跑道 諸如此类 金桑子依然侧立不到 无论在欧洲或者美洲 提到Accuphase发烧友都会有一种 缩然起劲 知道它是一种高级的产品 在日本产品之中 真是我想少见少之又少 踏入50周年 半个世纪 当然要庆祝一下它 也遇上它们旗舰级的数码音源 又进入了这个产品的更新周期 所以两件事加起来就刚好 金桑子的高级发烧 其实在数码音源产品上 已经可以见证到这一点 在CD面世没多久 在1986年 它们已经推出第一套分体CD转盘解码 就是DP80和DC81 数数手指已经35年了 到了SACD世代 金桑子也没有态慢 它们推出全球第一套分体的SACD转盘解码 说清楚它们第一套的SACD音源产品 以及全球首个分体的SACD转盘解码系统 是在2000年推出 又是数数手指 21年了 其实金桑子是一直跟得很贴的 虽然它的造型被人觉得传统 但是这个也是金桑子的形象 可以说你来远几十尺 看过去都会知道 几十尺外那件产品 那种优雅那种精贵就是金桑子 金桑子除了奉行这个SACD转款 即是说产品更新周期 令到大家知道我这件产品又可以保持一段时间 玩到很深入之后 但是去到某一个时间 我们知道又有新玩具可以玩了 另外一样就是金桑子它们的传统 就是外形的风格 它们不会有一个突然间的翻天覆地 你会不认得它的改变的 无论如它们都会有一种很高贵、华丽 但也都不是很浮夸的造型那种感觉 可以说一种DNA 例如现在见到面前这一部 香槟金跟着一个漂亮的木壳 这个也是金桑子在保持它们的造型风格 尤其是它的高级产品 它们说它转款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有升级 外形完全没有变 那又不会完全没有 不过会在一些比较细微而实用的地方 以这个数码音源为例 就是它跟上一代比 或者上一代再跟上一代比 那它的变法会在什么地方 例如在一个显示屏 它显示屏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会想一下 字体应该大一点 大家看得舒服一点 又或者在那些按键上面 它的按键不是垂直的 少少斜歪后的 那你按起来 你都会觉得舒服一点 觉得就手一点 都是一些可以说是很细心的改变 至于那个显示屏 除了字体大一点之后 它也会想一下 我应该显示到那个讯息更加准确 它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改进 那你说外形风格真的 不会有一个特变式 你不认得它的改变 不过风格没有特变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来的 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 你换了机 就真的换了机都没人知道 当然如果大家同道发烧友 就一定知道 咦 你又换了东西 但是如果不太注意你的家人 它有换到东西 不太觉 但是你已经换了 又换了高级的东西 如果你问我 金桑子有什么吸引的呢 那我就以眼前看到这一套为例 那我会分开三方面去看的 就是外表 内涵 以及它的声音 外表是最简单的 就是它的香槟金 配上这个漂亮的木壳 那那个木壳 那那个木壳 那些木壳 都是经过一些 有经验的木匠 他们叫做匠人 那就是选择过的木料 再做一个很靓的抛光 打磨 那去到你会觉得 我们口语讲 它肉很厚的一层光漆 下面有一个很靓的木纹 一个木壳 罩着这个香槟金的机箱 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 其实大家可能要看看 那些比较仔细的地方 就是那些边缘 接口 其实所有东西 就算打一个机箱都看到的 就是我会形容 就是有日本工艺的细致 有德国工艺的精准 你看到一件产品 你会觉得 就算是看手工 是比得值的 那至于内涵 内涵也都要分开不同的角度去看 打一个机箱 其实我想所有人都会赚的 金桑子里面那些电脑 各样的偏排 你会觉得眼前一亮 就是很工整得来 而是合理的 合理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电脑上 在这个磁性干扰 或者各样的电脑之间 那个偏排 它们互相会有些相互干扰 那样东西 合理得来 你又觉得很漂亮 很工整的 再跟着就是它的能力 或者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绝对吸引的 我觉得 你可以说未必是你一杯茶 但是我会说 你懂不懂得欣赏 或者问一下 你懂不懂得 金桑子在做什么 打开现在面前这两部机箱 安装一下它 看看它里面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虽然你说看而已 不代表声而已 但是如果你发觉里面 的偏排所有东西都很吸引 夸张一点 你当我 我会用近乎完美去形容 这个金桑子的内涵 那种编排 那些零件 部件的编排 整个样子 大家都看图片 都已经看到了 金桑子是非常好的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图片 一拍一拍 给大家看一下 清清楚楚的 有图有真相 虽然是厂方的示威师 拍得很精美的 但是你打开一部机 也是这样的 所以是一个真相 看看里面 DP1000 转盘里面 一打开就看到 真是清清楚楚了 中间两边 你会发觉是平衡的 中间佔最大地方的 一定是那个 十讯和驱动整份机械 但是这份后面 就是两只高效率的牛 为什么要两只呢 当然是分工 另外就在那个 十讯机械和两只牛 作为分钟的两边 一左右 就是供电 和数码电脑 供电部分 大家看到图片了 真是一贯金桑子的严谨 和重量级 可以说只是负责转盘工作 它用的材料 吸数 牛 供电电容阵 都可以说 同一部高级的前级 甚至一部高级的合并 有个之而无不及 SACD 它的驱动 占用了一大只高效率的环柔之外 数码处理 又用另一只高效率的环柔 供电的雷波器 整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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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 一共有10-4700mL的雷波电容 作为一个转盘 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实信机械 金桑子的追求就是高光性和低重心的结构 如果你那份实信系统做得不够稳定 或者光性不够 很明显就会影响了你的实信的精确度 DP1000 它里面那份实信机械 只是自己那份机械都有7.2kg 整份再放在一块12mm厚重 3.8kg的底板之上 机箱下面 当然一定有高碳铸铸铁的绝原子 机脚落地 可以看到整件事都是为了 足够低重心够重 去令到实信机械 正确读到光碟上的信息 实信机械自己本身 都要做到非常牢固的 防止它两边摇 或者减少其他外来的震荡干扰到它 所以夹着整组 实信机械两边 它是一个L字型重型的支架 以前上一代 它是一个组合式的支架 到今代 左右两个L支架 是整个一体化的 可以减轻它不必要的震荡 鞋振干扰也会少些 在实信和驱动系统之下 在光碟托盘机械之间 它开发了两种不同硬度的黏弹性阻力器 去互相连接它们 可以做到比上一代更加隔离震荡 以及可以处理共振 令到它们的实信更加精确 在DP1000的实信机械的顶上 最抢眼的 整个金色吊桥的东西 除了一个减震器之外 也是在碟转动时 带动气流的一个扰流的控制器 加起来之后 会令到实信更加精确 那一部分就是整个重型的铝 用整个实心铝做出来的 其实整部DP1000里面的 绝大多数零部件 精度去到微米级 所以它们的误差这么小 所有东西的整合 各样东西都做得非常 我们说是fit 很准确的 刚才一开始都说过 就是我认为金双子 就是日本工艺的细致度 以及德国工业标准 那种精确度 两样东西加起来的一件作品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这些这么细微的地方 是少少少东西的准确度 的精确度加起来 可以令这部机 工作时候都这么静 就连大家看影片 托盘出来的时候 它连托盘两边都要用两条轴 去承着它 令到它可以很静 很稳定地走出来 我可以说 看着那一碟的出入 其实都是一种享受 来的 你有没有见过其他机 有它这么整 少之有少 DC1000解码部分 DC1000最主要的改动 其实是在电脑上 外观上 你觉得真的分别 可能跟上一代950不大 但里面的电脑的分别之大 是令到它的声音 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跟先前说 DP1000转盘的说法 其实都一样 打开DC1000的机箱 里面一看 你真的会觉得眼前一亮 很精彩 布局也是对称的 所有的元件都规划得井井有条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屏蔽的完善 大家互相干扰 完全全是想过牌位 里面也有两个变压器 有两套雷波电容阵 当然就是独立供电 给这个数码 和这个模拟部分 跟着操控部分 完全不会互相干扰 至于DC1000的核心部分 即是说 数码模拟转换晶片 今次AQFIX 选用了 E-SS 32bit HyperStream Depth 编号是ES9038 Pro 每一声道独立 用一颗DS9038 Pro 每一颗DS9038 Pro 里面有8个转换器 有8个那么多 那怎么玩呢? 并联驱动 这样做法可以令到它们 操作更加稳定 更加低速的 这样做法 支援PCM的讯号 用MDS++ 即是Multipole Delta Sigma++ 的转换处理 以及支援DSD信号 MDSD 就是Multipole Double Speed DSD 多倍速的DSD 转换 它们这样用一颗 有8个声道的晶片 其实是比起一般 单声道的晶片 处理能力高了3倍 这样做法 可以控制到噪音 以及失真会更加低 但是在开发模擬电脑的过程中 它们也有其他控操技术 有进一步的改良 例如它们的ANCC 内部的信号放大 以及电源电脑并联的排列 都经过重新调整 可以令到DC1000 进一步去表现音乐的情绪 它们很着重一样的 不是告诉你 我能够有多高分析力 数字 而是能够更加表现音乐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金桑子的精髓 能不能够表现音乐的情绪 其实能够看机器的噪音 有多低 越低 其实它越能够表现一些细节 由细节去表现音乐的情绪 DC1000 其实总共有5级的磊波 也有它自己的一些钢操技术 例如Ecuphase的Noise and Distortion Cancelling Circuit 和Due Direct Balanced Filter 并联驱动两个直接平衡的磊波电脑 安装在后置磊波器的最后一级 种种东西加起来 令到DC1000 超低焦的电平去到多少呢? 低到1.8mW 保证有123dB的迅速比 比上一任的旗舰 即DC950 2.0mW 还要低10% 另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最大和最小可重播信号的对比值 由DC950 到现在DC1000 它的动态范围 增加了2dB 总鞋波失真 更加厉害了 达到0.0001%的水平 刚才提到的动态范围和总鞋波失真 两个加起来 令到弱音讯息 究竟表现能力有多高 而DC1000 肯定已经超越上一代了 DP1000 背部主要有两组输出 就是 coaxle 和 HS-Link 的数码输出 HS-Link 是什么呢? 等一下再说 DC1000 解码器 背板上 先说数码输入 包括 HS-Link Balanced 即是AES-EBU 再跟着 有三组同族解码输入 另外 有两组 光纤 TOS-Link 的数码输入 再有一组USB的输入 Digital Output 它也有 一组是同族 一组是光纤 就是TOS-Link的光纤 至于模擬输出 就是平衡和非平衡 就是XLR和RCA 它是各一组 也都维持了金箱子的一贯传统 它的模擬输出 有得给你选择 究竟是1.2正3负 还是1.2负3正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上位的分别 因为不同地区 或者不同厂 它们的平衡输出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有人用1.2正3负 有人用1.2负3正 笼 笼统一点来说 日本和德国是一个系统 因为其实日本很受德国影响 欧洲和美国也是一个系统 不过 大家都是要看一看 在相机上 或者它的使用说明书 有没有说清楚 因为如果你接驳时 反相 一样有声出 一样有左右声道 清清楚楚 不过整个音场的层次 或者结像 会有一些微小的分别 影响到重播的质素 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而金箱子 无论是它的音源 或者是前后级 都有这个选择 让你可以配合不同的信源 不同的前后级 当然 如果你用整套金箱子 就不需要理解这个问题 在今次的金箱子旗舰音源上面 另一个很重要的改进 就是两部机之间的信息传递 讯息传递有很多种 刚才说到机背时 都已经说过 有AES-EBU 即是一个平衡插头 有RCA的同轴插头 又有光纤 TOS-Link 在金箱子上面 它有一个自家介面 叫HS-Link 自家介面 怎样来呢 是一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 因为当初在DSD 或者SACD 这个制式出现 最初是不容许有分体式的 原因是一个版权的问题 因为已经去到一个高清档 或者高清数码信息的传递 如果它给你在两部机之间 用一些当时现有的制式 流行的制式 可以传递得到 它会怕被复制 你知道 一被复制之下 收入大减 一说到钱 那当然要先截住它 但是作为硬件商 亦都希望在这件事上 可以做得更好 在他们大家再互相去 切磋也好 商量也好 之下 就有几间厂 最后都可以做得到 分体式的SACD 重播系统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们需要用自家的界面去传递 即是说 你自己公司的产品 只可以和你自己公司的产品 聊天 所以大家会看到 金箱子有它的自家界面 HX Link 去到现在面前的一个 已经去到第二代 Version 2 Version 2 和上一代 即是950正在用的 有什么分别呢 最主要的分别就是 音乐讯号 和时钟讯号的处理 在Version 1 在Version 2 它是所有东西 一起扔过去的 去到Version 2 它就将两件事分开 去传递 分别是如何呢 如果你将它合并传过去 传到过去之后 就要重新去处理 时钟讯号 在Face Lock Route 有些工作要处理完 再还原始终讯号出来 大家都明白 你做的功夫越多 来来去去 搞一下 搞这样 搞那样 之后 最后的失真一定高了 Version 2 就不是了 我分开了传递 所以去到解码之后 那个时钟讯号 不需要再重新去搞 可以说原样传送过去 结果是 Jitter 即是所谓的 时机失真 是会低了很多 低到厂方说 几乎是没有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时机讯号 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大家不需要花几千 可能到过十万 去买一个独立的 主时钟讯号 产生器 大家会看到 那条HSLINK 所用的线 其实它的插头 是LAN線的插头 每一套 DC1000 和DP1000 都会根基 有一条原厂 那条其实是LAN線 不只是头 里面也是LAN線的结构 也等于告诉大家 你可以买坊间 其他牌子的LAN線 用下去 用下去有没有分别 当然有 发烧 当然有得玩 不过 一定要先用原厂那条 你才知道 什么声音 然后你再去买一条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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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熟悉 我们在音响 又或者看到 现在这张相片 这张现场相片 都会知道 今次试试这套 金桑子旗舰 数码音源 DP1000 和DC1000 的时候 要配合的前后级 完全不用选 就是我们驻场的一套 金桑子前后级 就是C3900 和P7300 基本上这一套 都是一套旗舰 前级肯定是 后级就是立体声的旗舰 全套旗舰开声 这件事我们都期待了很久 读者都应该很有兴趣 那说到气馆 就是声音那方面 我们几个评论人 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去对这部机 有些不同的感觉 在我那篇主走的大标题 我写着 瞬间令我抽离现实 怎样叫瞬间抽离现实 未讲这件事之前 不如又讲下 那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人应该买 他什么人应该买他 很简单 如果你要求那些很冷的 不需要感情的分析力 籤毫不现的鑑定效果 那我觉得 你不需要买这套金箱子了 你买了 你也是浪费他 不如你留给 懂得欣赏的人 那怎样叫瞬间抽离现实呢 就是我觉得 懂得欣赏的人 就会意会到这件事 听音乐 你可以有两种方式 可以是很舒服 可以纯粹去听 很表面的 可以听背景音乐 令自己舒服 那金箱子绝对不会有问题 甚至你会觉得非常享受 但是回头说 或者另一方面说 如果你懂得欣赏金箱子 如果你懂得欣赏金箱子 如果你懂得投入音乐 去细味音乐的内容 演绎 那金箱子 其实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很多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可以很长时间 让你慢慢听清楚音乐 而你不会觉得耳疲 觉得悶 这套金箱子 还有什么人一定要买呢 就是 你懂得欣赏金箱子 之外 你又有大量的SACD 我觉得 你必须要买 因为用它来播放SACD的话 我直接觉得 是全套机 好像升了班 那样 所以这套机 你懂得欣赏金箱子 那种音乐表现 而你又有很多SACD的话 两样东西加上之后 你必须要买的 我可以这么说 这次主手还有另一位评论人 他比较小写硬件的 就是我们音乐版的编辑 刘志刚先生 他在这次对DP1000和DC1000的评论文章里面 他的大标题写着 乔星大师进主不问好 其实刘先生对这部机器有感性的看法 他认为 任何时代 这个金箱子那种香檳金的版面 或者木色机箱 都是一种低调的时尚 我对他这个说法 我会觉得 香檳金的面板 他认为非常之惊得起时间 我相信他低调地时上 都是有这种成分 另一样东西就是 他觉得这套机 是不会强加了他的个性 在音乐上 他甚至会觉得 咦 听着这套机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Marsering 即是做制版 唱片 录音制版的精灵 住在顶级的机里面 令他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另一位评论人 还有在他的评论文章里面 他的大标题写 以对于一点都不类 还一直渴望听到更多乐声细节 很明显 就是他都觉得这部机 耐听之余 令到他觉得里面很多细节 不断地追下去 他文章里面还有其他小标题 都说一说 他说最靓声一定是今次 HSLINK必用 但贵价靓线 不省得 听Accuphase试叠 好听到心跳加速 满足古典 歌剧爱好者 严肃聆聆听需要 最后押促的还有我们的总编 何森先生 在他的评论文章里 他的大标题是 音色细致优美 管弦乐色彩彬纷 我想看到我们几个 都有用不同类型的音乐 去试这部机 而得到的结论 其实都是一致的 所以你懂得欣赏 懂得欣赏金桑纸 而你有很多SACD的话 真的要去听一听这部机 重要的事情 再说一次 HSLINK必需要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詞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